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閃馬田賽馬集作 今天是2020年12月18日的凌晨 點幾鐘 拍了一段影片 這段只是講一個話題 所以不是短打 講的話題是什麼呢? 都是有關於國際賽魚球 主要其實都是講關於短途的 因為其實四場國際賽 賽果出來了 其實有部分賽果都很合理的 其實最令人嘩然 只是講短途那場而已 因為香港已經連贏了七屆 今年雖然排面好像沒有過案那麼強 但是馬迷們都覺得香港馬是應該可以贏的 但結果事與緣為 可以告訴大家 這次落敗的原因 以及香港的短途馬 究竟出現了什麼問題 都會和大家在這段影片裡面紮解 在開始之前都簡單提一提大家 如果還沒訂閱我的頻道 我朋友可以按個訂閱 再按旁邊的小鈴鐺也更好 如果影片途中有廣告的話 都希望大家可以高台貴手 盡量看完它 多謝 謝謝 其實本來香港隊都有一些馬都撐住 黃蝦黃 因為在魚賽表現不錯 川河達區 協助朱木老馬峰錦標的盟主身份來到香港 這兩隻馬迷們都寄予厚望 但是結果輸 都不要緊 但是輸給那隻只是野田重擊 不是說當年的龍王那種馬王級的日本馬 野田重擊 第一他來過香港已經輸過了 第二就是他在日本本身 都並非最厲害的一兩隻短途馬來的 即是他跑的高重攻都是3344的 但是來到香港 不利的作客條件 加上排14檔 竟然這次被他贏了 說的是香港的馬 就完全不知去了哪 那些黃蝦黃 和川河達區都不知去了哪 其實我覺得 今次的輸有幾個原因 首先短期的原因 直接的原因 就是說 其實今次短途馬 其實就不太齊腳的 不太齊腳的 有幾匹本來有實力的馬 一是退役 一是受傷 一是狀態未足 那樣 譬如說 現在大家畫面看到的忠心勇士 他又沒有退役的 那如果他健健康康 正正常常 其實今季四歲 他應該是香港短途的接班馬來的 那但是 之前又谷壞了 可能也搏得太密了 現在 依然是在重化休養 那就沒辦法了 另外 譬如說爭分奪廟 其實如果他還在 都可以的 但是 又是退役了 可能因為傷患 都無謂給馬跑了 那麼 蔡也疼馬 另外 其實還有一隻叫紅衣醒神 其實紅衣醒神 我看他 本來都是 其實是 如果他要跑 今季都還能跑 可能他都會退步一點點 但是又是 上季既然說了 告別戰 就告別戰 不要拖泥帶水了 那就退役了 我相信如果譬如說爭分奪廟 和紅衣醒神在這裡的話 那短途的陣容都會強一點的 那 不要看他們說七歲 或者八歲 如果說他現在還服役 兩隻都是老馬來的 但是其實說今季 香港短途錦標 今次能夠上名的香港馬 都全部都是老馬來的 就是這個大騰王 和這個征輝 都七歲八歲 那些有理共賞 那樣 所以這兩隻馬在這裡 尤其是紅衣醒神 我覺得 紅衣醒神可能在普通的賽事 就未必發揮到威力 但是他經常在最重要的一兩場 他是出招的 所以其實這些馬 都是對香港短途的陣容 是有影響的 加上那一匹超新星 可以這樣說 就是川河達區 本來大家都寄予厚望 但是其實他 落地的時間太短了 11月落地 基本上一匹普通的 比如說你當PP 那樣 就是你落地 來到香港 開始操 那也要儲回兩三個月 才叫做做好基本功夫 可以出賽 那其實他操了一個多月就跑了 所以完全是勉強出賽 輸也是正常 那可能川河達區之後的表現會好一點 那沒有了這幾隻馬 就是其實這個情況 就好像一隊國家隊打世界盃 那本來有幾個主力球員的 但是全部就一是傷 一是教練沒有選擇 一是狀態不夠 就是九疏戰陣 那夾夾埋埋 於是整隊球就不成球 於是踢出來就沒有水準 其實就是有這樣的味道的 那至於一些長期的原因 就是我認為 香港的短途馬的衰落 也是可以這樣說的 其實就不只是短途衰落 其實很多的路程 我們都會發覺 香港的頂級賽軍是越來越少 高班馬是越來越少的 大家看看馬會的評分總表 那些分購表 那些100分以上的馬 其實數來數去都是那幾十隻的 那跟以前 就是香港最貌勝 最多高班馬的時候 是有一點點距離 就是說 每個組別 短途 中途 長途 都有幾匹 很有實力的馬在 那現在呢 就不是沒有的 但是跑來跑去 都是那幾隻 就沒有什麼生血加入 那其實這件事 就不只是香港的 就全世界都是 就是我們講鄰近的 譬如說新加坡 新加坡其實都是這樣的情況 就是他們的馬 不是很足夠 那水準也是慢慢下降 都是沒有什麼生血加入 那就是澳門 當他們特別一點的例子 或者不講新加坡 就算講南韓 近這幾年 放了很多資源 去搞賽馬 那他們那些馬口 或者水準 都未見得是有提升的 那這個原因 我覺得是因為 全世界 就是現在講的 就是賽馬的賽事太多 高級的賽事 也是開始多 那變了 那馬是分散了 其實全世界都不夠馬 不只是香港才是這樣的 如果說真的 就是馬口很充足 有很多頂級的馬 現在真的只剩下日本 就是叫做很多馬 就算講歐洲 美國 他們呢 都不是說很多 新血可以接班 接班到一些高水平的賽事 那更何況 要賣給你香港人 是不是 那些馬 還要賣給你 就更加不夠馬口 是不是 那所以呢 其實就並非只是 香港的短途問題 而是呢 根本上全世界 就是都有面臨 那個馬口不足 缺乏一些 優質的新血 因為賽事太多了 那另外一個原因 就是有關於一個人的 那就不是 這個都很關鍵的人物 就是講的是 David Price David Price 那個問題 其實去年 我拍過片 講蔡若翰 其實都提過的 蔡若翰 上年成績回落 我拍過一條片講他 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 就是David Price 那些課員 那些馬 就差了 那其實呢 就對蔡有影響了 至於為什麼 David Price 那些課員會差了呢 就因為他其中一個 幫他做訓練的 在澳洲做基本訓練的 列馬斯 史姆頓 就釘了牌 那其實對他有影響 那當然 其實David Price 就不是只有一個列馬斯 就是他在澳洲都有幾個列馬斯 就幫他 就是練他的兩歲馬之類 那但是史姆頓停牌 是對他有影響了 那其實到了今年 啊 David Price的馬呢 就應該開始好 因為呢 其實他都 就是史姆頓停牌 他都要找新的列馬斯補充 那就是慢慢適應過來 那其實呢 就 David Price那些馬呢 就是今年呢 你都會發覺呢 有些馬呢 是很強的短途馬 就是譬如說 在我的留言 大家都有人提出的 人和家興啊 或者這個速遞騎兵 那這些馬都可能接到班 那其實呢 就是對阿塞 今年的成績好起來呢 那也都可能 跟David Price都會有些關係 因為他入口的馬呢 開始得回了 開始有些好的馬 給阿塞了 那我想呢 其實也都會對香港的短途 那其實呢 真的不是很誇張 因為過往呢 David Price呢 都提供過很多優質的短途馬呢 給香港的 就是精英大師 這個他代表作啦 那其實還有很多那些發營喜啊 或者是營彩繽紛等等 那這些呢 都是很厲害的短途馬 那王哈王也都是啦 是不是 那至於這個速遞騎兵 和人和家興 大家可能認為呢 言之尚早 但在我的心目中呢 即是速遞騎兵呢 即是現在這樣 雖然他只贏了一場第四班 但我都覺得 他很有可能是上110分以上的 那大家儘管 截下我這句啦 如果這隻速遞騎兵 是失敗了 那就儘管拿過來鞭屍啦 但是這個呢 就是從我的觀察 所得出的一個 是預測來的 那就看一下 可不可以成真啦 那而其實呢 香港的短途水準呢 也都除了剛才說的 那些大環境的趨勢呢 即是David Price那個成績的喜樂呢 即是那個眼光 那些水馬行不行呢 其實對香港那些馬匹的水準呢 都很有影響的 那就經過了 好了 史武頓那個釘牌的影響呢 慢慢淡化了 那David Price那個眼 即是那個貨源 或者那個水準呢 應該可以重新再得到保證 那看看可不可以幫到呢 即是引入多些優質的馬來香港這樣 那這個就是我的看法了 那所以呢 其實呢 今季呢 即是這個香港短途呢 是特別的低潮來的 那之後呢 那相信呢 譬如說夢想成金啊 或者一些速遞騎兵呢 都會上來接下班 那或者川河大區狀態離回來 操舊了 那也都會有些競爭力 就應該呢 沒有在這次那麼差的了 那長遠來說 那香港的馬呢 始終要靠入口啊 要靠買馬啊 要靠別人給你啊 那這個水準呢 其實都要靠錢來維持而已 沒有肉馬就是這樣啦 所以呢 都要接受呢 有時候的水準是會低落一點 那這個就是我的看法了 那最後都簡單提一提大家 那小弟已經有這個會員的patreon 和youtube的會員頻道的 都歡迎大家呢 每月課金支持 裡面有更多的文字內容 Whatsapp 群組 以及海外賽事提供在裡面的 但是如果大家不想課金 都沒有所謂的 只要好像在影片的左上角這樣 那三個符號 在影片下面給我一手指 留言去支持我 或者把影片分享出去 like comment share 我都一樣感激大家的支持 最後多謝大家 收看今期的閃碼填碼集作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